大家好,欢迎来到EdaFest的食物节频道 今天我们来从宁基厨做加州寿司卷 首先做寿司米饭 寿司是否好吃,关键在寿司米饭 我们用普通做饭的东北大米,原地的粘一点 今天做一碗米,350克 取一个锅,我这里直接用这个不需要烫锅做饭 自从12年前入了这套锅后,再没有用过电饭堡了 用你们自己家屏障做饭的炊具就可以 淘米,这一步很重要,至少要洗三遍 判断的标准就是直到到处的水清澈 泡米30分钟 泡好后沥干水分,我这里直接倒着水 再加入适量的水,初次做你可以量一下 约450毫升 后面可以根据经验判断,用手掌按住米 水即将摸过手指,或者你的手指插到水中 接触到米后,水刚好第一个止关节 煮饭 煮饭前我们加入白糖两勺,约40克 我这里加的量是比较甜的那种 这一堂的可以少加 如果能用海藻糖就更好,用勺子搅拌均匀 开大火煮,注意全层盖子都要密封 在准备材料前,我们准备好器具的清洁 因为直接是生食,所以要备加小心 取一个深一点的容器,这是牛奶桶 装上水大概6层满的样子 倒入白醋到8层满 这个白醋标的是使用处,但我专门拿来泡邵氏工具用 把一会儿要用到的勺子,刀具都放进去,泡着 搬到水开了,调小火 旋转一下盖子,让它密封得更好 5分钟后就可以关火了 普通的锅应该小火煮15分钟后 再关火,闷20分钟 一到一边,炉灶空出来烘芝麻 烘芝麻的间隙我要准备炭鸡蛋皮的材料 一个鸡蛋 盐适量 锅热了,调小火 倒入黑白芝麻一起 不断的翻炒 蛋液继续准备着 白胡椒 料酒 不要忘了锅里的芝麻 打蛋液,身份用水化开 倒入到蛋液中 芝麻炒着稍微有点变色就可以出锅 不要炒过了 热锅里加少许油 调中火 倒入蛋液 均匀地铺在锅底 可以转一下锅 调小火 不要急着翻面 等蛋皮的边缘都已经成型 可以用锅铲沿着锅边把蛋皮散松 防一下锅让底部松动 熟练的可以抛锅翻过来了 也可以用平散顺着锅边下去 在另一只手的辅助下翻过来 这一面煎一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用锅的鱼温和底油把胡萝卜调断生 胡萝卜主要给我们提供的类胡萝卜树和维生素A都是脂种性的 也需要一点油来促进人体吸收 翻动几下就留在锅里就可以了 准备调寿司米饭 取一个干净的大一点的容器 将热饭倒进来 如果底部糊锅的不要糊锅的部分 我今天用的葡萄酒晾造的白酒醋 这里用米醋或者果醋都可以 主要是不能有颜色 取一个1分钟的两勺 倒入50毫升的醋 加一点点的盐来提鲜 1分钟的提斯本 2.5克 将醋和盐混合物搅拌一下 均匀的淋在米饭上 用勺子搅拌 让米饭把醋充分的吸收 搅拌的过程你能感觉到米饭 开始变得有点粘性就好 准备蔬菜 蔬菜在准备包前才切开 保证新鲜 先切黄瓜 长挡可以拿鲜柳磅来衡量 去掉多余的 对半切开 注意不要切到手了 再对半 去掉中间的瘾 瘾的水分比较多 口感不好 再对半切 这一半宽一点的 可以两刀三等份 柳油果一氧化 留给最后切 这里两个果实给大家对比 绿色的这个比较硬 还是深的 需要常温脆熟 褐色的这个熟了有点软 今天来用 切去地步 在切口处中间下刀 触碰到中间的果核 绕柳油果一周 然后双手扭一下就打开了 柳油果的盒不会太硬 可以用刀尾吃进去 转动取出 用手剥去皮 放在手上 切四刀 成五片 如果准备的材料比较多 包的时间长 你需要挤一点柠檬汁在上面 阻止氧化 寿司帘子 用保鲜膜封好 保鲜膜要贴得平整 排干净空气 这一步非常的重要 影响到后面的使用 最后完成后 我们将有接头的一面 放在下面 光滑的一面炒上 准备好一个容器 来放包好的加车卷 预先撒上薯芝麻粒 开始包了 取一碗清水 把手沾湿 摇两大勺熟细米 约110克 大小刚好握着手心 像个雪球一样 用饭球粘取半张紫菜 光滑的一面在下面 把饭团打开来 先铺上四个角 然后把其他地方弄平 弄均匀 提着两边翻过来 米饭在下 这是加州卷的特点 据说寿司 刚进美国加州时 声音很不好 因为哼咻咻的样子 勾不起食欲 看着就不想尝试 后来老板仔细琢磨 把紫菜藏在里面 白鱼一样晶莹透明的米粒 就吸引了很多客人了 这就是加州卷名称的由来 好 铺上的黄瓜 牛油果和鲜柳棒 一只手按住蔬菜 另一只手提起卷帘 弹幕子和食指推动 其他三根子轻按着菜 卷起来 轻轻按下卷帘 位置应该是露出一条紫菜边 这个按压的力道 需要多做几次来把握 力气太小 果不仅容易散 太大了 破坏了米粒的完整形状 不好看影响食欲 接着再进行两次 类似的卷动 最后再按压一下 固定好形状 打开来就可以了 我们再来做一根 手指沾水 虚米鸟勺 弹成球形 粘去紫菜 铺开米粒 先横向打开 铺视角 再将中间弄均匀 紫菜翻过来 取黄瓜条 牛油果 鲜柳棒 这个鲜柳棒比较咸 所以我对半分开 一手轻按蔬菜 一手从中间提起卷帘 向前卷动 留一条紫菜边的空隙 轻按卷帘 让寿司定型 再次两手配合滚动卷帘 将剩余的紫菜空隙卷入 轻按卷帘紧固 再次推拉向前卷动 进一步加固寿司卷 好了 打开卷帘 漂亮的寿司卷 应该是这样 米粒分明的 接着包树加热卷 鲜柳棒换成鸡蛋 胡萝卜 同样的动作 可以再复习一遍 完成后 在寿司卷表面撒上薯芝麻粒 接着到了我们最后一步了 切片和装盘 首先头尾切两条 刀一定要锋利 然后我们把它切成八份 可以沾一点水 避免粘粘 漂亮的寿司应该是这样 米粒颗粒分明 色白如玉 晶莹剔透 芝麻圆润饱满 里面的蔬菜颜色 清新鲜艳 绿的翡翠 黄的金黄 红的艳亮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谢谢您的观看 欢迎订阅和转发